复兴停飛 國內機場影響最大的就是花蓮機場 复兴飛台北以及飛台中航線 從今天起由華信航空將以定期包機模式來接手 來到花蓮機場的登機大廳 复兴航空櫃台只剩下香港包機人員還在這裡 航站目前業務只剩下每天一班華信航空 花蓮飛高雄的班機 機場一樓二樓整個空空蕩蕩 在裡面做生意的觀光業者 業績大受影響 除了機場內的觀光業者沒生意 花蓮對外交通更是大受影響 為此民航局特別協調各家航空公司業者 最後由華信航空公司 爭取了花蓮往返台北以及花蓮往返台中兩條航線 原本花蓮飛高雄的班次則是維持不變 台北花蓮的話目前是每天兩班 那台中的部分是禮拜二 禮拜五 禮拜天各有一班 高雄還是維持每日一班 那目前華信所使用的機型是一阿街一九零 那座位數是一百零四座 至於華信航空的櫃台將設置在花蓮機場二樓登機大廳右側 復興航空的右櫃 十二月一號上午九點十分 將由台北開第一班飛機飛往花蓮 預估每周可以提供四十八個班次 解決花蓮對外交通問題 記者文加凱 外聯報道